90秒帶你認識鴨胸 鴨胸是一種營養價值很高的肉類 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的好吃 你看現在畫面中這個人 他吃的有多開心啊 同款鴨胸就在大城小館 兩片1000克只要699 肥美的鴨胸就可以冷凍的送到你家 你看這鼻臉還大的鴨胸 你不想吃嗎 要處理鴨胸重要的是擦乾水分 擦乾水分之後呢 把多餘的邊角料修掉 這個邊角料也不要丟 拿來炒菜炒飯都很香哦 緊接著在皮的部分畫下十字刀 畫的時候呢注意畫在皮上就好 不要傷到鴨肉 冷的平底鍋皮朝下 直接把鴨胸放進去 開中小火慢慢的等它出油 這個過程可以讓你的鴨皮又香又脆 翻過來把另外一面也稍微煎一下之後呢 就在裡面加入蒜頭以及泥別香 然後反覆的用鴨油去淋膠鴨肉本身 讓香味可以滲入 把肉立起來可以煎到旁邊 讓每面都均勻上色 再加上鍋蓋蒙三分鐘 鴨肉都已經經過生煙處理 所以不用再調味哦 放到你們家裡面最漂亮的盤子當中 我們再封上鋁箔 讓它休息靜置八分鐘 鴨胸就完成了 依照個人口味可以切成厚厚的薄片 你看它這個完美的顏色 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慾呢